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应用这个La정的Polynomial 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大概La정的Polynomial 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呢 为什么我也说它是我们物理上要用到的 一个东西呢 我们 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要处理一个 potential 你要算potential OK 那这个potential呢 可能你是一个distribution 就是你的charge 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我说 我把原点起在 某一个位置上面 那我是要算P点 OK 这一点的 这个potential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是R 这是原点 那我们说 我们怎么算它的potential 这实事上是 很简单的就是 四拍一九零 R' 这R'是哪里呢 R'是 你每一个element 小的element 小的element 对P点 它的potential的 这个贡献 OK 那我们平常我们 把这个东西呢 我就把它写成 我在这里我就写成 这个大R 写成这样就好了 R-R' OK OK 那R' Pang呢 实际上就是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你们之前都已经了解的 OK 那这边的大R 这个R就等R-R' OK OK 那我们说 它是等于R' 这个R' Pang 的Tau OK 这是我们平常我们在写的 那在这里的 这个R平方的话呢 其实就是R平方加R'Pang的平方 减两倍的RR'Pang Cosin Theta Theta角就是它这个的夹角 这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OK 那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所计算的范围 这个R呢 是大R'Pang的范围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把R平方提到外面来 然后是E加上RR'Pang的平方 减两倍的RR'Pang Cosin Theta OK 那我把这个项 当成是一雄 所以就 这个就是 一加上一雄 然后一雄呢 就等于 RR'Pang 然后 OK RR'Pang 减两倍的Cosin Theta 就是 我们已经常常用到 那你现在再看一下 我们底下这边是R分之一啊 所以你的R分之一呢 实际上就是 R分之一 一加上一雄 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因为这一项 是一雄 那你已经知道 R眼大 R'Pang 所以R眼大 R'Pang的情况之下 一雄是眼小一的 换句话说 你这时候就可以用二项式去展开 这一个 这一个腾 那你展开的部分的话 就是R分之一 一减 二分之一 一雄 再加上八分之三 一雄 平方 再加 哎 减掉 十六分之五的 一雄 三次方 一直下去 这个呢 R 换句话说 一雄 眼小一的 倾盘之下 你是可以这样展开 那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把它带进来 一减二分之一 一雄是这个东西 OK 那就把它带进来 R分之R'Pang 然后 RR'Pang减两倍的 Cosin C 再加上 八分之三 RR'Pang 的平方 RR'Pang 换两倍的Cosin C 的平方 十六分之六分之五 RR'Pang R'Pang 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Zero Tern 就是E 第二项呢 是R减R'Pang 这个Tern R减R'Pang R分之R'Pang 的Tern 那这个呢 就是Cosin C OK 然后再来是 R分之R'Pang 的平方的Tern 那这边有一个Tern 就是 负的二分之一 那这边呢 这个展开来以后 就是4Cosin 平方C 然后前面 8分之4 等于 2分之3的Cosin 平方C 那 R'Pang 的三次方 你再把它算一下 2分之5 Cosin 三次方的Cita 减三倍的Cosin Cita 这个就是我们 Polynom R'Pang 的Polynom 的 的 来源 我们把 这些东西 我说 我的R分之1 我就直接可以写成 Summation N等于0 到无穷大 然后 R'Pang 的N 次方的P N Cosin Cita 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 Lajang的Polynomio 所以你现在看到 N等于0的时候 P0 Cosin Cita 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1 然后P1 的Cosin Cita 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Cosin Cita P2 Cosin Cosin 是等于2分之3 Cosin 平方Cita 减4 P3 的Cosin Cita 就等于2分之5 Cosin 30方Cita 减3 Cosin Cita 就一项一项 把它再继续展开 你就可以得出来 所以 它其实 没有那么恐怖 它其实基本上面 就是说 你的这个 主要的是 你要展开 这个Turn 你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而你要展开这个Turn 那 常常的 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 这个Turn 其实就是什么 R分之1 其实就是 R减Rplung 的绝对 之分之一 就是要展开 这个东西 OK 那我们现在 我们再 把它看一下 好 这个 就是 到这边 是Rajang的Polynomial 它的来源 所以说 它完全是因为物理 OK 所以它 物理 要需要它了 你这个东西 你像一像 然后 就有一个Polynomial 这就是Rajang的Polynomial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 回到我们原始的 我说我要算这个Potential 对不对 那你也已经知道说 字里面隐藏的 就是我们的 Zang的Polynomial 那你怎么把它放进来 我们来看 VR是等于4Polynomial 0分之1 Summation N等于0到无穷大 R的 这个 R的 N加1次方 然后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 是对 Polynomial 的部分 积分 所以 我把 R Polynomial N次方 把它写上来 Pn的 Cosine Ceta 然后ZoR Polynom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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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大 R Polynomial 的情况 那你现在 你看到的是 其实你在这个展开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 我们看 4Pi 一凶0 第一项 R分之1 N等于0的时候 这是1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一项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就是 R平方分之1 R Polynomial Cosine Ceta 然后 R Polynomial Polynomial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好了 第三项 是R三四方分之1 OK R Polynomial 的平方 2分之3 Cosine 平方 Ceta 减1 的 Rho R Polynomial 桃花 在家 一直下去 那我们 再来看一下 这一项 相当于是什么 这一项 就是相当于是 我们说 有一群电荷 然后 这一群电荷呢 R 就好像 它是一个 点电荷 一样 然后 我们 距离 这个 距离这群电荷的 这颜点 R的位置 你要去算 它的Potential 就是这样写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实际上 就是把 这群电荷 当成是一个什么 一点 那 事实上 这个就是 所谓的 Monopole 单极 OK 那 这个呢 第二项的部分呢 这个就是 你的Dipo OK 那 如果你 等一下 你有 迟疑的话 我们 再来 看一下 这是Dipo 这Dipo 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说 我们把 这群电荷啊 把它当成是 一个Dipo Moment 一正一副 然后 它的 这个 副Q 跟正Q 这样子 然后 去算 我的 这个Potential 而 这一项 我们叫它 就是 Quadipo 单极 偶极 四极子 你可以知道 再下来的项 是什么 八极子 OK 那 再看一下 好玩的事情就是 Monopole的时候 它是跟R分之一层比例 它的Potential 在Dipo的时候 你的Potential是跟R平方分之一层比例 到Quadipo的时候 是跟R三次方分之一层比例 所以 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群点电荷 我这样做示意图 我说这群点电荷在P的位置 我要求它的Potential 那 我相当于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相当于是可以把它展开成 我这一群点电荷 全部 是一个Dipo 是一个Monopole Potential Row R 然后 你对P球 然后Potential呢 就是R分之一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 你现在是Dipo 然后再P点 OK 这是一个Dipo 那 它的Potential是R平方分之一层 再加上这个 Quadipo Quadipo呢 是最简单的 一个Quadipo就是 正 负 正 负 其实就是两个Dipo 那 它的Potential 是R三十八分之一 这就是Quadipo 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八级尺 在后面的像 那其实这个就是 你可以知道 以此类推它是R四四方 那八级尺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它 正负正负正负正 这就是一个八级尺 OK 所以基本上面 再继续加上去 那 你会发现 你希望你的Potential是R三四方分之一比例的 那你就把你的电荷排成是四级值的样子 你希望你的Potential是R四四方分之一成比例 你就可以把你的电荷成八级值 所以我们说 一个随意分布的电荷 我可以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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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展开来 OK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问题 在你们这个 这是电厂 职场也一样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有同学会问说 这个是Quadre 这个是Diple 有没有人有怀疑 Diple的Potential 嗯 Diple的Potential 没有人有怀疑 Diple的Potential要怎么写 都忘掉了 刚刚考过试而已 哈 在讲Diple的Potential之前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Diple的Potential非常简单 用这个观念的话 就是把前面后面的像 全部都坑舍掉 我们再看一下 这我还没有插掉黑板一群的话 这个 关系式的展开 我在这边 一再的强调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是R大 以Rpland的时候 你把它这样展 OK 如果 R小以Rpland 你今天要算的 这个Potential是在这里面 对不对 那R小以Rpland的时候 你就不能把R把它提到外面来 你应该要把Rpland提到外面来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一想要圆小一 你才可以用 二向式展开 把它展出来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你那时候 我说 当R小以Rpland的时候 R平方 其实是 你把Rpland提到外面来 就变成是 1加上Rpland R 挂号的平方 减两倍的Rpland R Cosin C 你把这两个事实看一下的话 是什么意思 是R跟Rpland的角色什么 对换而已 你还是可以把它写成 Rpland平方 E加一熊 一熊呢 一样的 是把R跟Rpland 对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说 R分之一是R 当你把它对掉的时候 一熊的 这个 这边的一熊 跟这边的一熊 其实是 只是什么 所代表的是 1 再加上 那个 比较大的R 跟比较小的R 平方 减掉两倍的 比较大的R 跟比较小的R 就Cosin C 事实上 这两个的一熊 我的差别 我可以把它 统整为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没问题以后 我们先让我们看 所以 这个Polynomium N等于0的时候是等于1 N等于1的时候是Cosin C N等于2是2分之2 I3Cosin C-3Co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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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OK OK 第一个 至少你要知道到这里 因为为什么 这是单级 双级 四级 单级 双级 四级 你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不会有人告诉你 学物里的人你就一定要知道 呢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出去外面 这个 Ladyano Polynomium O Santa O Santa Sin n等于1是cosinθ n等于2是2分之 这个3cosin平方θ 你这种东西是 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 就是常识了 学完就变常识 好 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看了 这没问题了 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等于这个 其实 每一个同学都有带书吧 带书的话你把它前面的部分 把它 翻开来 你去看看说 上一堂 上次考试考过的说 你要去算 你的这个potential 算你的diple的potential 我说 如果你要更 这个你要更记得 那你说 你这diple 那对diple来讲的话 它等于这一项 其实是很简单就可以 看得出来的部分 因为为什么 我说 基本上就是diple是 diple diple 然后r 在这一点 我们说 这个距离 如果是 a好了 所以你这是负q 然后正q 那在这一点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 是4pi 一零零零 r平方 2 aq 然后cos θ 就是 你可以去翻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得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之前 我们在写成是 r平方分支 这个diple moment dot r 的一个结果 那实际上 那这边就是等于什么 最下 就是我们的p1cosθ 那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p1cosθ 就在这边 那 也许有同学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 同样的这个方式去算 我说 没问题的 一个是什么 好 好 很 就 我把这个R 把它写在这边 那A是这一段 所以基本上这里是什么 这一个值R负 是等于R 加上A的绝对值平方 那 我看 R 加A 然后R正 是R 减A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说我们其实我们的potential 4%一胸零 R加A 绝对值的 负Q 减掉 4%一胸零 R减A 减Q 基本上其实是这个样子 OK OK 那 所以 你这个就可以把它 用这个去展开 那展完就变它 这很简单 4%一胸零 分之Q 把他移到外面来 前 前面这一项是什么 反正一定是R大 A的情况 所以你变成R 分之一 summation R n等于0 到无穷大 这是1加 OK 那变19 就把那个负号 这个 R 加A 实际上 是等于 R 平方加A 平方减两倍的cos θ 还2分之1 这个θ角是他 OK 然后 R减A R平方加A平方减2R Cos 你就可以把它去蓄散一下 一个是R加 一个是R减 所以 放进去以后就是 后面的像 前面的已经被杀掉 正负 后面的像 也被杀掉 那再来是这一项 这一项又R 也大A 所以你不管它 就变成这个θ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 OK 好 那在这边我们 其实这个已经很容易去看的 好 这是我们在讲 Lajang的Polynomial的情况之下 你们常常会用到的一个结果 那给你们一个Homework好了 这是Dipo的情况 那这四极词 那把它算一下好了 OK 然后四极词呢 它是这种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 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这是Q Who are Q Q 然后这个是A A 这是线形的四极词 一样的 要求这边的potential 什么 四极词就是 夸着Po 没有什么定义啊 就是 就像Dipo一样 Dipo 我说一阵一户就是Dipo 对啊 这个你不会觉得有问题 对啊 那 正负 那四极词就是两个Dipo 只是它的Dipo排列是 可以这样排 我可以这样排啊 就是一个Dipo是这样 一个Dipo是这样 那我也可以这样排啊 你要排成90度 是可以去排的 但是 对整个potential 没有什么漂亮的地方 对 那八极词就是 有三个 四个 有四个来 对 N等于一就是 Monopole N等于 N等于0是Monopole N等于1是Dipo N等于2的话Quadple N等于3的话是 这个 Otopole OK 所以你就是N的 R的N次方在跑 跟着R的N次方在跑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现在在讲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Multiple的展开 所以你任何一个Distribution 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你的问题一项一项的抽出来 OK 所以 这是 这是从这里过来的情况 反过来我要设计一个电场 或者我要设计一个电位 因为你电场是向量不好弄 所以我要设计一个电位是随着我的位置 它的R分之一是成比例 那你一定是什么 你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把它集中在一起 是Diple的情况 如果现在我要设计的东西是 希望它有R平方分之一成比例 我的Potential 那我就必须要设计成Diple的形式 OK 反过来我希望设计一个东西是 随着我的距离R三四万分之一成比例 那我就要设计成什么 Quadple的形式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 你要去 设计一个电场 或者你要设计一个 实铁的话 譬如说我们在同步辐射 你们都知道新竹的同步辐射中心 那 同步辐射中心的话 它就是电子要绕的那个加速器 储存环一直绕 绕它转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让电子到这个转 你就要让里面的磁场是非常非常的 能够让电子不能有任何的偏差 因为你磁场偏差了以后 它就跑出去了 那你怎么让它设计到 它以那个厂沿着它这个转 沿着这个储存环的位置 那也就是本来你的设计上面就是 有一些本来是 R分之一的 然后你要修正一下 好 那我就加一个Quadple的磁铁下来 磁性的也是一样 这是电场的情况 OK 电子的话就是要磁场才能 电子运动一定要磁场才能够让它转弯 所以同样的这个概念也用到磁上面去 这样了解了吗 回到我们这个球座标系统的 Laplace equation的解 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讲了 所以Laplace 那它等于0 那如果 如果我的potential Rθ5 它可以把它变成Rθ 换句话说 这个potential是independent of 5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general solution 而这个general solution 其实是从两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出来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这个 R的部分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potential 把它变速分离 变成两个部分 R跟c的部分 那在R的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解 是R的L次方跟R的负的L加1次方 所以你可以写成这两个解 那针对某一个L值的话 那另外一个是 那另外一个是 那这个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呢 就是我们讲的 它是Lajang的polynomial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 就是这两个的linear combination 这是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Vrc 你把它合起来写 L等于0到无穷大 Al的RL加VL的RL加1分之1的pl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 好那我们也针对说 你要解这些系数的部分 有一个osogono的这个 关系你必须一定要知道 那cosθ 这是sinθ dθ 那θ呢 从这个0g到π 或者你把这个关系式 写成-1到正1 plx pmx dx 这个出来的话 是等于两倍的m加1分之2 data 当l跟m相等的时候才有值 这是我们整个要解这个 求坐标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在 不管在实验上 或者是在 啊 这个运用上面 我说我有一个厂 那我这个厂呢 要把它 做成均匀的厂 是不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只要是什么 我只要是平行板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是均匀的厂出来 那这个厂的话呢 我把G轴的方向定出来 OK 那我说 我这个厂 链场 一 是k方向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厂 空间里面这个厂 我放一个球进来 我把球放进来 这个球呢 是完完全全 你没有charge 然后金属的 这个球 OK 那它的半径 是R 每一个同学可以先想一下 这球进来以后会怎么样 这是金属球对不对 里面 金属球里面 可不可以有电场 不可以 所以电场已经不会是白色的这样写的 不会是它了 对不对 那我们接着去想要问的就是 它的电场变得怎么样 OK 这是我们要问的 然后 第二个 你可以再想一下就是说 对 这个金属球 那你现在也想到就是说 这 电场是这样子的方向 那这边一定是正端这边负端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金属球应该是什么 会被感应 这边应该会有正 负的charge 这边应该会有正的charge 对不对 所以很直觉的你会看到的就是说 哦我可能最后我会变成这边是有负charge 但是这边有正charge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想到就是说 不管我这些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看到就到最后你就变成看到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charge的部分 一定是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你用猜的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那很远的地方你当然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可是我们在猜的情况之下 猜出来是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完全是物理的这个直觉 那接着我们要用数学去把这个算出来 就是说直觉是不是对的 你就是要用物理去把它算出来 那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看到这个 因为我们是球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个球坐标系统 就是因为我们进来的东西是球 然后呢 你现在你看到的你的整个厂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电厂是10k的话 那我把它写成potential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负的10z 加上一个constant 因为你把它积分 但是我们看某一个平面 你通通通是要对某一个z 它的potential应该是等电位的 如果球还没有放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c呢 一定是等于 对某一个比赛的 当Z等Constant的时候 那V是点电位 只是我们球都还没有进来 那你现在一旦球进来以后 这就是我们引进来的Boundary Condition 我说球一旦进来的时候 我的Potential 当它是等R 等大R的时候 Potential要等于零 因为我这一个是什么 完全没有Charge的 那这个我必须要知道 我的原点是在我的球星的位置上面 那当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那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其实那边的场是没有受到这个球的影响 所以我要回归到我的Potential 是原来的值 负10Z 那负10Z是你把它写成球座标的部分的话 是10的R的cosCt OK 就是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你必须 你解出来的解 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东西 那你当然你要解出来的解 要符合这个些东西的话 我们看 我们说我们已经是一个 这个Z independent的情况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说我们的Rct 它的解啊 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是Summation L等于零几大无穷大 Al的RL加 BL的RL加一分之一 PL的cosCt 那现在这是奥塞 你知道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解 OK 这个解 你在R是大于大R的情况之下 你要符合 那我们看到的是 我说 第一个 V当大 那个R是等于R的时候 Ct 它要等于0 我认为Ct脚 已经不管是在什么角度之下 它都要等于0 它就要说 这一个就要等于0 AlR的L 加上VL的RL加一分之一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 VL跟Al就有一个关系了 -Al的R2L加一次方 OK 这是第一个 所以 依照这样的话 我的potential 我可以直接把它写成是 等于0G大无穷大 Al RL再加上 VL直接用它带进来 是等于 这边的R 已经在大R的情况之下 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 这边就变成R VL的部分 把它带进来 是等于 R R的2L加一分之大R的 2L加一分之大R的 这是我们从 这个节里面 我们马上看到的 然后如果R 也大一大R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Bunday Condition 放进来来看一下 R也大一大R的时候 R也大一大R 那 我们的Pentition R 也大一大R 那这一项 OK 这一项 和这一项 你已经知道说 它要等于负的 E 零 R Cos C 那这两个 你把它比较一下 当R也大一大R的时候 它要等于它的时候 唯一的 只有R L等于E的时候 你是有解的 其他都没有解 因为L等于E P1 Cos Tha是等于 Cos Tha 对不对 所以你只有L等于E有解 其他都没有解才对 其他都不是它的解 因为这边只有Cos Tha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知道说 要这个L等于E有解 其他没解 就是Al等于0 或L不等于E 这应该没问题吧 你才可以只剩下 L等于E有的值跑出来 OK 这有没有问题 那R眼带大R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R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这一项已经7近于0了 所以当L等于E的时候 R的一次方 Al的值 就是在E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负的E0 OK 所以你实际上 你已经解了 差不多 我们现在只剩下 那这个解剩下只有L等于E有值 而且它的值是负的E0 把它提到外面来 R只有L等于E有值 减掉R平方 大R的三次方Cos Tha 这是你的解剩下 这是你的解剩下 档R 大U 大R 就出来了 那也没有问题 那你的potential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去把它画一下 那你吸他脚 是从0度左右 就是这个 没有从90度左右对称的话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otential的部分 好 实际上你把它画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 本来在很远的地方是 这个等位面是这样子 但到这里的时候 它等位面已经 这是你的potential OK 那依照这个potential 电场跟磁场要垂直 你就可以画出橘子色的部分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potential的情况 它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接着我们要再看一下 你也可以再去求它的电场 那电场是什么 负的gradient不一样 实际上 你这边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 它有 ER的部分 然后 EC的部分 你可以一项一项把它算出来 没有问题 这是你的电场 你就可以得出来 那 这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到底它这边会不会感应 charge 我说我们从bunday condition呢 我们看到的 好 你现在看到 你现在要算 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surface上面 不是在内部 就是球 球有的金属球的surface上面 是不是有感应这些charge 那我们说 这bunday condition 第一个medium 跟第二个medium 那也就是 n. ok d1 d2 要等于surface charge 所以我们基本上面 你现在你的这个 第二个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这个球 metal 所以里面的电场是等于 你已经知道了 换句话说 我要去算我的surface charge的部分 我直接就等于是 n已经是r方向了 所以是等于一主 often 一雄零 然后 e n是r方向 所以我只有 我把r写下 然后在R等于大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的 但是你的 这个surface charge density就可以出来 那实际上在这边 负的Long VLong R 的R再加上R分之一Long VLong Theta 所以这一项就是你的ER的部分 那我们把它对potential微分一下 负的一雄零 potential对R微分就变成是 一零 因为这个是负一零Rcos Theta 对R微分就变成一零Rcos Theta 这个第一项 然后 对不起 R已经微掉了 把一零写出来 然后 cos Theta把它写出来 第一项R微掉了 然后第二项的话是负的R的三次方 那是负号 所以变成正号 所以当R等到 所以前面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负负会等正 OK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结果 你把它带进去 就变成是 3190 110的cos Theta 所以这是你的 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当你的Theta角 是大于零小于二分之π OK 那cos Theta是大于零的 所以这个是大于零 那当Theta小呢 大于二分之π 到正π之前 cos Theta是负子 所以这个是小 所以刚好是就是我们的解 就是cos Theta 从零度最大值 然后慢慢慢慢到 这里是零 然后慢慢慢慢变负值 然后变负的最大值 OK 就是你的感应的电荷 你就非常清楚看到了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解 解这个 Laplace equation 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你想要求的东西 就直接把它算出来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这个Chapter就结束了 我们到这边为止 所讲的电荷通通是禁止的 都不会动 那接下来 我们进到下一张的时候 就开始 我们电荷要动起来了 那电荷一旦动起来 就是跟你的磁场 就有关系 跟电流有关系 就跟磁场有关系 那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我们应该记得 做了一张时 这个星期训组 算吧 可以 什么 不是 存在 那是 感谢观看